大家好 這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現在是爆風球的 所以我要先吊一吊天文台 天文台 在今早6點40分就出了爆波 去到7點45分 他就說爆波會維持一段時間 8點47分 天文台就說會視乎風力 在下午考慮改發三號波取代八號波 之後天文台短短兩個小時內三度修改預測 11點9 天文台會說在下午考慮改發三號波 一個小時後 說會下午至黃昏才考慮 再一個小時後 又說會修訂為黃昏前才考慮 去到最近 三點四十七分 他又說 今晚才考慮改發三號強風訊號 現在六十五點半 天文台你也挺搞笑的 你只是換來換去 如果大家有安裝那些新聞APP 肯定是飛來飛去 我不斷出 搞什麼又說三號波 我看都不看 天文台 你這陣子 是不是因為 厄爾利諾現象 氣候變亂 搞到你們的人都神神化化 去今天新聞 中共中央今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舉行這個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紀念大會 這次大會七個 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全數出席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習近平 在會上發表 說說 大會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汪洋主持 會上首先奏唱各歌 之後由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 文革中央主席 曼岳湘支持 曼岳湘我們就不要聽他說什麼 我們聽我們主席偉大的習近平主席說什麼 但主席說的話實在太長 那我就濃縮了一點 講一些主要的給大家聽 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 習近平 致詞的時候就說 以和平方式 實現統一 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 整體利益 中共堅持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的方針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而台獨分裂是統一的最大障礙 台灣的問題純屬是中國的內政 不用任何 外來干涉 又指完全統一歷史任務 一定要實現 也一定都能夠實驗 支持主席 俄穩朱之子 主席 習近平又引述 孫中山說 統一中國全體國民是希望 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會享福 不能夠統一便會受害 指台灣問題因為民族若亂而產生 會隨民族復興而解決 又指 統一中華民族是歷史的大勢 有如孫中山所指 世界潮流 浩浩蕩蕩蕩 不是雙雙 我知道浩浩雙雙是這個意思 是真是寫蕩蕩的 順之者昌 亦之者亡 習近平也都重申 台灣分裂 是統一的最大障礙 凡是掃典亡祖 背叛祖國 分裂國家的人 從來都沒有好下場 必遭到人民 唾棄和歷史的審判 台灣的總統府發言人 張淳涵都有回應 他說香港的情況已經引證了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 台灣的主流民意清晰就是拒絕一國兩制 要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 這個是台灣總統府發言人說的不是我說的 另外我特別要補充鄧炳強 鄧炳強司長 還是局長 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局長 他說 任何人有意圖 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是嚴重的罪行 你首先要問清楚自己 你有否這個意圖 如果你沒有這個意圖 為何要慶祝這個日子呢 我想說 局長 現在是主席 親自紀念辛亥革命 110週年 即是雙十 你是不是講錯話 我想問 在這個大會的結尾 汪洋表示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 立意高遠 思想心碎 古武人心 吹人奮進 四個四字詞語 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 認真貫徹落實 努力形成海外全體 中華兒女 深枉一處想 勁枉一處史 的生動局面 真的是勁枉一處史 使用的史 的生動局面 匯聚起 現實民族復興的 磅磅力量 好 那 西國革命 一年大會講到這裏 好長 你們想不想看 想不想Post Facebook 整篇文章 想的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全港18區的區議員 已經完成宣誓 累計33個民主派區議員 宣誓之後就被裁無效 相繼被DQ 林鄭就說不會重新進行補選 又說目前 目前區議會殘缺的狀態下 決定資源調配 和工程優先的次序工作 是應該暫時由 各區的民政事務處負責 強調 不允許政府使用行政手段 不會用行政手段去委派議員 對於移民潮 林鄭說 不想由政府開口還留 希望向已經或者打算離開的市民 展示香港有前景 他希望已經離開的市民 一段時間後如果覺得香港 仍然是好地方 有回家的感覺 歡迎他們回流 對於大量青少年 過去兩年社運 到被捕 社運事件 林鄭說如果未成年的青少年 願意認錯 會傾向採用輕微的手法處置 例如手行為和警司警戒 但是過去一段時間 用這個方法情況較少 可能是因為他們犯的罪行 都會較嚴重 譬如藏有攻擊性武器 參與暴動等等 他特別強調 香港的人才是持續湧入的 今年在香港設立的公司 今年在港設立的公司 海外公司和初創公司的數目是有增無減 部分國家是提出優厚的移民條件 市民希望移民是無可口非 但是希望 但是他希望 市民是看到香港未來是正面發展的 林鄭月娥 說回昨天強姦那件事 那個30歲的那個 男生扮女同志 經過交友App 約了女兒去酒店玩SM 裁定 強姦和非禮罪不成立 那個App 我免得幫他宣傳 不開名 那個App 他昨天就發文回應 他說認為裁決 是對女事主 顯然是不公穩 強調未經同意的性言行 就是性暴力 被告將 嚴正性別的責任推卸在事主上 是錯誤的前設 那個App又說 無法完全阻止到假訊息 希望會員 以謹慎為原則結交新朋友 好 那你是不是代表陪審員呢 上訴 由前蘋果員工創辦主打娛樂波經馬經的一報 今天就在Facebook說 今天發行最後一份實體報章之後就會停刊 日後只會在網上營運 其實呢 體版生命 即是實體版生命 只有一個月又一星期 一報成員就跟立場的同事說 上個月3號就收到提醒 經過商議之後呢 決定停運實體報章 但是他不願意提醒 他不願意透露提醒的內容 就說呢 有些東西明就明啦 那一報呢 是前蘋果班底創辦的 9月1號就創刊 以實體報章形式 在報攤和便秘店出售 那一報呢 就出了鋪 就說會停刊的了 表示無可奈何 四個月內 經歷兩次停刊 但是他說 受壓的傳承比比街市 依然活著就已經要感謝上倉 那如果想 繼續支持一報的朋友呢 可以用Patreon Facebook 和Youtube 去支持他們的 那至於提醒些什麼呢 我想大家應該都明白的啦 但是現在你連播競馬競 娛樂把蕾都不讓他們做 不要玩啦 要不要搞到這樣啊 我今天好避失 警察在Facebook 出帖 說170個機動部隊 A大隊的男武子 通過嚴格訓練 在風雨中完成結業會操 由港島總區指揮官借名揚擔任檢閱官 貼文說成員頂持著 自信 人勇意的大隊精神 承傳藍武子的 優秀傳統 為堅守法治 寸步不讓 定附上多張 雨中粗暴的相 不是 雨中暴粗啊 嘩 還要引詩啊 我不讀了 想看他們今天 PTU在黑雨下完成結業會操啊 如果想看就 上去警察網頁看 我避好塞就死了 不行啊 我避好塞就說不到了 因為這個熱帶風暴獅子山為本港帶來惡劣天氣 馬會就公佈 原本在今晚舉行的九十一期六合彩信延至下個星期二的夜晚舉行 12號 以購買的彩票依然有效 是這麼多了 我頂不上大家的聲音都變了 記得按LIKE 看廣告建設的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的頻道 明天要休息一休息 好 拜拜